指揮中心宣布本土新增52992例 已经连续6天下降 在中重症方面6号新增243例 151例死亡 当中有一位15岁的青少年 5月20号发烧 22号确诊 5月30号到校上课 却在学校突然昏倒 送医抢救无效 死因是病毒性心肌炎 急性肺水肿 以及吸引性休克 病新冠病毒感染 成为了这一波青少年染疫死亡首例 他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胸痛 心悸或者是呼吸困难 请立刻送医 平常要让小孩子打新冠肺炎疫苗 以及请家洗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新冠儿童疫苗接种率高 有考虑间隔从12周缩短到8周 不过要送SIP委员会讨论 5号指挥官已经表示 10号周五会是疫情的反转日 昨天比今天少了14% 北区也是一样在往下降 南区跟高雄 现在目前还是都在往上 专家表示 现在确诊的数字已经不重要 要看两个指标 中重症以及死亡率 通报了死亡病例 如果下降的时候 应该来讲就是疫情反转的时候 不用再去想说什么时候 用7天的一个移动平均来看 看起来似乎是往下的趋势 已经蛮明显 前机关局长苏毅仁提出警告 即使疫情到7月告一段落 但是台湾将永远不会有清零的时刻 后续单日仍然会有千人左右确诊 除此之外 打两剂疫苗的民众仍然很多 疫苗保护率直到今年冬天 到时候疫情的高峰恐怕会卷土重来 就怕到时候又来一波疫情 专家呼吁长者以及高风险族群 尽快接种第四季提升保护力 记者杨诗区金组人王一仲台北报道 像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